其實三高即是高血糖、高膽固醇和高血壓的情況 其實這些都不是50歲以上人士的專利 根據衛生署的調查 香港大概有一半人有過蟲或肥胖的問題 預計未來10年 每1000名30歲以上的港人 大概有100名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而三高亦有一些年輕化的趨勢 年30歲至45歲的年輕群組都有機會受到三高的困擾 在香港其實不少人都有不太好的飲食習慣 例如他們會吃一些糖分比較高、鹽分比較高 或者高能量的食物 尤其缺乏一些運動的時候 更容易令到血糖、膽固醇和血壓都會提高 會增加很多血管疾病的風險 亦有不少的病人可能有遺傳性的關係 三高的困擾會引致不少身體的問題 尤其是會增加腦部血管疾病的風險 例如血糖如果高的話 可能會增加血管病變的機會 而膽固醇高的話 也可能會增加 令到血管的動脈有機會足氧化 容易緊身 令到血液沒有那麼暢通的情況 高血壓是三高中引致中風最大的誘因 所以高血壓的患者 比起沒有高血壓的病人 其實中風的風險會大大提高大概四倍左右 高血壓正如剛才所說 除了會令到血管容易緊失狀況 引致一些缺血性的中風 簡單來說是失血管 同時也可能會增加血管的壓力 高血壓也會令到血管壁更脆弱 因為會長期承受壓力 一旦突然破損 就會有機會出現出血性的中風 我們俗稱為爆血管 所以有高血壓的患者 記緊一定要控制好血壓 減低中風的風險 另外要留意 小中風是有機會中風前的徵兆 小中風通常都是由於血管短暫緊失 令到血液不流通 引致腦部缺氧的情況 症狀有機會是例如半邊身無力 可能是視力模糊 又或者是口癡不清等等 這些症狀通常都會在短暫的時間就會消失 通常都會在24小時內就會消失 但患者千萬不要忽視這些症狀 如果患有三高 我們首先就要由飲食習慣和生活習慣上 做一些改善 飲食習慣上 我們儘量都會叫病人避免高糖分 高鹽分和高能量的食物 尤其是一些反式脂肪 在生活保釋上 可能有些足夠的休息 和一些適量的帶氧運動 一般來說 我們會叫病人 150分鐘一個星期的帶氧運動 會有效減低血壓 亦可以幫助體重做一些調節 這些都會對三高有幫助的情況 我們便會考慮用藥物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預防中風 就是控制高血壓 高血壓常用的藥物 包括一些抑制血管緊張素的藥物 以及一些利療的藥物 以至一些蓋離子通道的抑制劑 目標都是希望放鬆血管 排走鹽分 而有效降低血壓 令中風風的風險大大減低 其中部份的藥物 是一天服用一次的 例如蓋離子通道抑制劑 藥效有時可能達到30小時 所以患者在用藥上比較方便 患者除了用藥物之外 其實在家裡 都可以自我量度一些血壓 可能都會定期去檢查 抽血、化炎 究竟血糖、膽固醇 是否一些理想水平 我們目標都是把它 變成理想水平之後 就可以減低中風風的風險 一旦中風就要立即去求醫 中風一般分為 缺脫性和出血性的中風 兩種治療方法都不同 如果是缺脫性的中風 一定要把握黃金幾小時 通常我們會說 3小時至4.5小時之內 由症狀開始起計 因為在這些時間 我們會考慮用一些 溶血劑的情況 希望將血管僵塞的血塊 將它溶化 然後病人的症狀會得到舒緩 另外如果僵塞的位置 屬於一些大血管 我們亦有機會做一些血管介入治療 另外我們有些中風的口訣 就是痰笑勇冰 痰字代表 他談吐的時候突然間瘀利的狀況 而笑可能是兩邊面不對稱 而勇可能是身體上有一邊用不到 發不到力的狀況 那就要立即歌救兵 盡快求意 希望在黃金的時間內 得到合適的醫治